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更看门道 本局回顾星球季跟中信兄弟续约 旅台第二年的洋将捕手弗莱喜 2013年代表经典赛冠军队多米尼加出赛的画面 在大联盟球星如云的多米尼加队 当年弗莱喜还没上大联盟 最高层级到大都会小联盟2A 所以担任替补补手 主战补手是当今还在大联盟打拼的老将卡罗斯桑塔纳 但逐渐阿福的守备功夫已经获肯定 有趣的是当年多米尼加队总教练 就是前大联盟补手前洋鸡教练Tony Peña 也就是弗莱喜的父亲 弗莱喜直到多米尼加预赛第三战 2013年3月10日 才在八局下4比2领先的局面替补上场 要跟投手搭配手下队波多黎各的胜利 投手是当时巨人队主力中继投手和终结者 长里亚古卡西亚 手棒打者就是巨人队友Angelo Pagan 一上来先数球连发 让打者比较适应 加上要内脚投到外脚腰带高位置 被扛出中左外野空挡落地的开局三雷安打 也让赛逛比较紧张一些 下一棒是当时皇家队内野手Ervin Fallu 本场有两只安打 偏内侧偏低速球坏球 速球外脚腰带高好球 这个时候突袭配一颗 本场第一颗变化球曲球 也投到位脊椎掉出内脚好球带 习惯速球的打者果然被引诱 出棒过快挥空 追加一颗曲球但提前落地 被弗莱喜挡在胸前 速球坏球满球速之后 还是选择向性曲球 也拆到打者锁定速球 加上吸力脊椎到外脚进腰带高 出棒过快挥空三正出局 这个打息快慢较差的配球发挥不错的效果 下一棒是白瓦外野手Alex Reus 二逢生卡好球带 再次挡下提前落地速球 再一颗掉出外脚好球带的二逢生卡 下层尾镜让Reus挥棒落空 再挡下一颗偏外侧提前落地变化球 连转播单位都忍不住为弗莱喜回顾本局挡球特辑 这一局卡西亚在三垒友人的情况下 控球实在是有点飘 但佩尼亚在本垒后方就像一堵墙一样令人安心 不过在休息区的父亲佩尼亚表情稀以为常 大概是在想我在大联盟18年挡下的球 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再颗偏低速球选掉又来到满球速 速球外脚腰带偏高打者没掌握好 但也打开了配变化球的空间 曲球脊椎到内脚大腿高位置 吃鸡轨机如示意画面 会是左右打者前门拐进去再掉下来 加上打者没预料到 以为是偏内侧偏高球路响闪 结果被冷冻住拉弓三阵 精彩的配球与执行 此时场上发生有趣的一幕 危机解除了大半 但下一棒是超强棒名将Carlos Beltran 所以弗莱喜上投手球跟卡西亚聊聊 带动总教练父亲Penia 也干脆跑上场跟投手耳提面命 Beltran第一球就重棒出击 中间近腰带高速球差一些就完全掌握到 行程深远中外也墙前飞球被截杀 久局下多米尼加换上名将Fernando Rodney 他在2012年在光芒有48次救援成功 并创下后援投手史上最低 金氏亥俗的防御率0.60 弗莱喜搭配起来也是相对轻松 很快就让波多黎各打者三上三下 拿下救援成功 多米尼加也预赛三战全胜晋级8强 弗莱喜本届经典赛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场 已经是3月16日8强赛 再度对上波多里格 在7局上替补上场单刃不守 不过这场他主要的亮点是在8局下半 多米尼加展开另一波攻势 牵使Eric Ibar跟Robinson Cano相继极出安打 两出局多米尼加攻占一三壘 轮到弗莱喜打击 投手是Randy Fontanes 当时是小联盟高A的球员 以上场连续用三颗滑曲球 弗莱喜都没有出手 取得两好一坏 接着继续塞外角偏低滑曲球 但弗莱喜已经有所准备 跟进来并且本来就有意往右半边一二壘之间推送 加上波多里格二壘手Ervin Flew 受到原一壘跑着Cano起跑的影响 往二壘补位想抓到壘 结果要再回去接起来就来不及了 让球穿越形成安打带一分打点 本来这球就算弗莱喜没打出去 多米尼加大概率会使用双道壘想偷一分 所以本来传二壘就充满风险 干脆专注抢下第三出局 让Cano上二壘无所谓 就能挡下这只安打 但安打就是安打 弗莱喜在高伤力的比赛 打下巨大的一分保险分 也让老爸Penia在场边相当振奋开心 最终多米尼加以七战全胜爆为冠军 弗莱喜也小有贡献 9二分容 2 3 6 7 7 8